《加拿大风情》主持 加拿大华人企业家 陈若去Pius 资深理财顾问宋浩辉 大家好 现在来到第二节的《加拿大风情》 今天除了我们四位主持人之外 有一位我们请来的嘉宾 这个嘉宾原来很出名的 为什么他会出名 待会介绍自己的时候 就可以讲一下 Peggy你的最后名是Davidson 如何找到你的资料呢 其实很容易的 就是打你自己的网站 www.peckydavis.com 你是从事地产行业 如果大家想找你帮忙 新移民来到这里 其实可以找你就在这里 就介绍了你的 如何入行的资料 我知道里面你好像说你是2000年入行 跟着就做了到现在就做了8800多万 10年做了8000多万的生意 而且非常成功 因为我看有些在社交媒体那里登出一些照片 你们Sutton那间公司的老板 Mike O'Lang 其实我们的嘉宾做过几次 站在那里拍团体照片的时候 你也是站在他旁边的 肯定是在你公司里面最得重的几个 最好是几个 最好是几个 因为通常是在后面 通常是在身边 因为你山顶的位置 你刚刚说拍照的时候我走过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公司很多都很厉害的 你刚刚刚经过了 那你是不是也在香港出生 然后移民来加拿大 是的 以下人移民来这 那除了英文 广东话之外 你还会懂什么话 国语 还有别的语言 上海话、潮州话 好的 继续你介绍一下 為什麼會來到加拿大進入地產這行呢? 有沒有嘗試進入地產這行呢? 有的 有沒有想上去參加《華耀小姐》那些 拿回一兩個冠軍 沒有,其實在香港… 沒有娛樂界那些 不,其實在澳洲讀完書就回到香港 跟我妹妹一起進入去做模特兒的 那時候都很幸運 我們找了一個經理人簽了我們 我們兩個各自各有自己的工作 那我就走多一些模特兒 跟著都拍了幾部電影在香港 你拍了幾部電影,OK 是啊,像謝凌鋒、吳鎮宇、郡君余 都拍了幾部電影 但是我覺得拍電影不是很適合我 我覺得是比較害羞 因為… 所以… 真的挺害羞 不是… 小時候那時候… Jacky 你說反話還是什麼 哈哈哈哈 上次他告訴我 我上次有個活動 找他幫我做MC 做C2 他說是第一次做C2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幾段時間走 第一次見Peggy的時間 哈哈哈哈 是啊,真的… 我也很給你面子啊 Jacky 謝謝 你叫我做我還沒做過 我也OK 哈哈 OK,謝謝你 謝謝你 在香港做了一點點娛樂圈的事 然後就覺得不太適合自己 然後就過來加拿大 過了加拿大 進修,讀一下Hospitality 以及去了學習小型飛機 那時候就有個大致想做駕駛 接著呢 之後就… 生了小孩 之後就覺得不可以去做駕駛 因為你出Long Hall 你是很長的 是… 我學的那些是很小的 Cessna 前面那些… 是… 兩個人… 是… 是Delta Boundary Bay那裡學的 是… 那… 很久沒有飛了 我想如果要飛回來 都要再去… 再去更新的牌子 那你已經考到牌子了 考到牌子了 考到牌子了 OK 是啊 接著就… 很機緣巧合這樣 就去了一間… 開設者的公司裏面 幫他們做賣樓花 因為如果你幫開設者賣樓 你不需要經紀牌子的 那我就幫他們做Sales Coordinator 就開始幫他們做… 就是… 執理文件啊 了解怎樣的… real estate是怎樣的 那… 那個老闆又見到我可以幫他 去買了幾間Penhouse 那我就覺得… 喂… 你OK的… 為什麼你不去考地產牌呢 這樣… 接著我就… 就開始我的地產生涯了 那…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幸運的 就是… real estate god呢 也有眷顧我的 那我剛剛開始考了新牌子 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就跟那些師姐去… 去敲門啦 去西區 那我也記得 第一次去敲門 又跟著那些師姐 就把那些資料倒下了 那不小心地敲門了一個… 在國內來這裡的開設者 那我們就問他 我們不知道他是誰 你們有沒有想著買樓 我們有些客人在找這一區的樓 他說樓我就不買了 你們有沒有地啊 然後我說 我有 那時候他給了我的電話 我說我有 你是不是要開設的地 跟著剛好呢 因為我就有一個同事 是做commercial的 那我就立刻 和那個commercial real estate的agent 那就跟他說 我現在有一個buyer在找地 那我記得我第一宗生意 就是做了在grantful街 和68街那一塊地 就賣了給那個developer 那我就很幸運 就是公司那些人說 哇你新仔可以買到整塊地 represent那個buyer 所以一路一路去 那就不停都很多去做download 跟著跟很多developer去 去談一下land assembly 那時候現在沒有那麼輕 現在是輕一點的 我以前那時候是沒有那麼輕 我們真的要去那些舊一點的townhouse 做家族戶去問他們 去談 帶一些homeowner去那些餐廳那裡 一路開會一路說 然後一路慢慢慢慢地做 做到現在 那就是不是single family那些屋 你都是喜歡跟developer交往 做一些project比較大一些 是啊 是看時間 那時候那個時代 那些地是比較龐些的 那基本上很多developer 是都會找地 planning他們以後的project 但是現在的地貴這麼多 我就會轉回來 因為你地產經濟 你不可以 就是 只是做一件事 因為你的market整天都不同 那我現在就比較注重 是香港回流那些客人 幫他們找屋 講解每一個地方裏面不同 譬如Cocquillum又是怎樣的 Richmond又是怎樣的 他們經常都會打電話來給我 那我會去到那裡 跟他們錄一些影片 傳給我去學校那裡 說那些區是哪一個好些 就是我會做多些這些事情 現在就 現在其實很多所謂地產家的朋友 都喜歡自己拍一條影片 介紹自己 或者介紹他手上的listing 那些屋那些資料 你有沒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這樣介紹自己的 我有一個YouTube Channel 那我去年就和另外一個同事 一起拍了一個叫做 現在去看樓 現在是移民的加拿大的家 去看樓的YouTube Channel 現在去看樓 是的 現在去看樓 現在因為兩個同事 有很多不同的時間 要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很難夾到 兩個一起有時間 因為你拍一條影片 要拍幾集呢 需要很多時間 又要坐下 又要寫script 又要planning 又要去那個區域那裡了解 所以就沒有了那個機會去做 跟他一起拍 那現在就打算自己 開始再去做 就是不用其他人的時間 就自己去做 那這個就是接下來的計劃 自己自己獨立去做 嗯 那文靖一定可以幫忙 哈哈哈哈 文靖是做製造 自媒體 不需要我們 很厲害 Peggy Peggy拿著 Apple i4 開直播 哈哈 厲害 哈哈 Norman 你有沒有什麼 問問Peggy 其實我等一下就想跟Peggy 分析一下 究竟現在我們的溫哥華地產走勢 因為之前去年好像剩下了一段時間 那些利息不斷地加高 很多人都保持著買著 因為都不知道會跌定升 那些樓市又好像滑了 但是又會升 但是接著下一些審訊 想減多一些 那些人又賣 究竟是什麼情況呢 但是這幾個月呢 聽過那些做地產的從事員 就說過市場變成了 那些房子都開始 那些價錢都站得很穩 開始好一點了 那我一會兒可以跟Peggy聊一聊 那另外呢 我想說一說一件事 就是原來那些人也有報導 是主要關於溫哥華的房租問題 就是租屋的價錢 不斷地飆升 那原來現在呢 就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溫哥華有很多以前的叫做經濟住房 就是給那些一整棟樓那些 全部都是小小單位 那就是給那些低收入的人 所以租金很便宜 但是當這些日久失收 比較差的條件 租出去的房子 就被一些專門做生意的人 的公司買下來 然後就給錢叫舊租客搬出去 然後把它重新翻新 翻新完之後 他們的房子就新增很多 再租出去的時候 就變成不是那些低收入的人 那些人可以負擔得起 就變成市場租 其中有一個報導 就是關於我們市中心東區 因為東區 溫哥華市中心東區 那個區是比較低一點的 就是平均收入的人 還有一些比較流離失所的人 在那裡逛 就是在那裡逛 其中有一個市中心東區 有一個是Albert街 Jacky可能都比較熟悉的那條街 Albert街他以前有一個叫Lotus Hotel 就是在那裡逛街 就是早期是專門給一些沒什麼錢的人 引君子或者拿救濟的人 租房子 以前是Hotel 後來就變成長租 因為做不到Hotel生意 那些房子只有200多尺 因為是Hotel room 租給一些人 但是最近兩年前 那個酒店就被人 就是那個居住的叫Lotus Hotel 就被人買棄了 那買棄了 原來他新的業主 就將每一戶的租客 就給他15000元 他要搬出去搬走 那如果那些人搬走了之後 他就將整棟東西 就重新裝修過 重新裝修過 現在變成怎樣呢 這些200呎的studio 就是沒有房子 很小的地方 他現在租出去 叫的租金是2000元 2000元一個月 那你想想 如果以前在裡面住的人 可能幾百元租 因為這麼小一個月 現在一跳跳到2000元租給人 還有這個所謂的居住的地點 都不是一個特別好的區 叫到2000元 其實也挺厲害的 有一個傳媒 就因為他這個情況 就拿出來做一個新聞 就是說 現在那些人如果是 住開一些這麼便宜的 當一沒有這個居所 走出來之後 人家一裝修過之後 他就回不到那個原本租的地方 那他們去哪裏呢 現在溫哥華的租金越來越貴 他基本上是真的去睡街 那可能溫哥華東端很多 就是老宿者 會不會就是因為 他們根本是租不起 沒有一個地方住 這樣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人們就訪問了一個新的業主 你們做這些會不會有些無量 把這些東西迫了這麼多租客出去 因為他們變成要睡街 那個業主的回應就是 第一是商業行為 第二是所有的住客都收到一個適當的補償而離開 所以他們是沒有人去投訴 或者是不滿意的 每個人都很開心拿到這筆錢的 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我們溫哥華的市 其中一個市員叫Peter Fry 那他就為了這些低收入人士請命 就希望他們可以立法 就是溫哥華 就是要求如果新的業主 拿到這些居所之後 他的租金是不可以超越 以前未取消之前的租客的租金一個百分比 就是總之他不讓你進去之後 就把舊的人趕走了 新的租客就收貴租 但是原來這個在一個法庭上面 一個這樣的判決裡面 他們是輸了就說不可以這樣做 就是法院判了就是說 他們不可以控制了這些 叫做空置控制 就是他們用這個詞語 就是說你禁止了那些人之後 你回來的那個新的租金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in line with 舊的 就是可以讓這個業主 freely 這樣charge 新的 就是如果他還在這裡住 我們有法例管制 你不可以加租加超過多少 但是如果他已經走了之後 新進來 你可以用一個新的租金 來租給上租的人 就是這樣 他們可能有一個這樣的機構 叫做租房的社會服務的機構 就希望可以再上訴法院 就是希望推翻這個 這個就稍後或者Peggy 你做地產機構 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究竟是否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還有真的誰是誰非 你永遠都說不到 如果我是一個業主 那些利息 加到1點多 2點多 加到5點多 6點多 我都要生存 我都要賺錢 我都可以白虧給別人 究竟這個是怎樣 另一個消息就是 又是這樣說 原來B.C.省 我們有三成的業主 受到調查 就說他寧願空置他的單位 都不放租出去 因為很多租壩 如果進來 你搞到你下面賠完錢之後 還搞到你房子爛湧 搞到你很煩 那會不會 有些人 我寧願受過這些教費 我寧願不租 或者是等自己家人住就算了 會有些情況發生 Peggy 你說一說 對於租 如果有香港新來的朋友 他想找一個地方租 是應該經什麼渠道呢 是否他自己去分類廣告 看自己看 還是他需要找一個專業人士 幫他找這些 還是怎樣呢 是的 其實如果地區來講 他們都是找一些廣告 譬如某些搜尋引擎 有很多不同的租盤會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新來到這裡 通常他們都會找一些 是專門做租的經紀 那他就會幫他所有東西 一條路就會方便些 就不用自己經常上網搜尋 那經紀就會將你 適合他心水 適合他心水的 慢慢找些給他 那就會方便很多 還有我想說一下就是 剛才你說租金問題 如果舊的租客走了 新的租客來 是否可以加他多些租呢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很難說的 因為業主除了現在的 資金率真的快到好像 坐火箭那麼快 是的 市場增加 還有我們的資金率 其實都不是開玩笑的 以前那些管理費 可能一房間是二百多元 現在一房間是五百元 已經去到 兩房間已經一千元 所以如果你舊的租客 一路住下去 他都是跟著 BC的規定 不可以多過幾多的百分比 這是很適合的 但是當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業主 去掌握回那些增加 其實我覺得都是正確的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業主說 平時租開二千元 他沒有可能會說 突然之間 新租客來會租五千 或者六千 因為他都要相比 市場的購入 那麼業主最終的目的 都是想租出去 找到好租客 我覺得大部分 我認識的業主 包括租工的職員 不會太過貪心去 去想賺很多錢 因為你要相比 市場的價格 我覺得 很多時候 有時候租出去 你也是想去幫忙 你交回管理費 反而不是想租出去賺錢 現在不是 現在是虧少一點 虧少當贏 所以現在 其實我帶很多客人去看樓買樓 通常都是一些自己已經是家居 公司 他們要不就是上升 要不就是下降 很少 投資者 去買樓租出去 因為知道現在這個市場 是很困難的 現在時間差不多 所以當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後 我個人也有些 做業主的痛苦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OK